好,今天我們讀的是黃衛老師推介的《只要好好過日子》 以下是Mr.Bone的介紹 在日常生活裡,你最常跟自己說的話是什麼呢? 會不會是以下這幾句? 為什麼別人都做得好過我? 我真的想做得好些,但我做不到 我都是決定做不好的 根據心理學的自我實現理論 負面的想法會造就負面的結果 例如,如果你認為自己無論做什麼都考不到好成績 你就不會在測考之前認真溫習 那成績自然就考不好了 最後就強化了你自己什麼都做不好的想法 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 可能你就習慣了接受自己做什麼都不好這個情況 就不會再去努力了 事實上,正面的想法對一個人的成功有很大影響 在《只要好好過日子》這本書裡 作者、阿菲在郊遊、個人成長、戀愛、代人處事等各方面 都提供了積極的思考點 令到我們透過改變負面想法來變得快樂一些 也都令到我們重新體會什麼是成功 怎樣得到成功 人生苦短,與其受負面的思想牽絆 不如看看這本《閒聯成品書店心理勵志榜30週》的好書 積極吸收正能量,令自己快樂起來 在那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